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狂风暴雨 热带气旋法尼强势来袭 印度多地满目疮疑 交通受阻 美国佛罗里达州通过教师配枪法案 允许教师持枪上课 引发争议 五一假期 全国各大景区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 多个景点客流达到了上限 那么景区及时采取限流分流措施来保证游客安全 2号和3号两天 陕西华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景区一方面增加安保力量 维护秩序 一方面在主要的景点通过广播 宣讲等方式 引导游客分流 避免游客拥挤 发生危险 同时 华山景区从4月30号18时至5月5号8时 对客流实行管控 每天门票销售限额控制在3万人次 东西县所到上行乘坐人数控制在2万人次以内 每天售票达到规定限额后 立即停止售票 据统计 华山景区自5月1号0点至5月3号上午10点 共接待游客7万2千余人 五一假期期间 辽宁的本溪水洞每天都有上万游客慕名而来 为了尽量缩短游客排队等待的时间 景区将开源时间从早上8点半提前到了7点 并根据客流情况随时发布限流预警 从售票 引导 观光车路线等多个环节 调节游客进圆速度 多错并举保证游客快进漫游 此外 景区还通过飞移和民俗进景区的方式 让游客在排队等待的时间里也不枯燥 五一假期第三天 安徽九华山风景区再迎客流高峰 全天接待游客量预计接近7万人次 游客们登高赏景 畅游山水 或是漫步山间小道欣赏山水 或是驻足网红景点 拍照留念 惬意无比 五一假期 长白山景区出现接待小高峰 景区采取了限流措施 五月三号一大早在长白山北景区山门 由于提前启动了网上分时段预约购票通道 未出现拥堵现象 在景区内 长白山石榴峰上 积雪最深处有一人多高 为了确保游客安全 景点分段限流 每次通过五百人 每五分钟一次 游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在最佳的角度欣赏天池的美 小长假以来 北京试园会的入园人数 每天都在刷新记录 这给试园会的工作人员 也是带来了挑战 那我们的记者也去体验了一下 试园会中最忙碌的人 志愿者 今天是早上六点半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 穿着和我一样制服的身影 已经开始忙碌了 上面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做北京试园会的志愿者 今天我要体验的 就是志愿者的工作 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志愿者驻地 也就是志愿者统一住宿的地方 每天早上 志愿者都要在一天的工作前 在这里集合 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一个月了 一会儿我就和他们一起坐车 去试园会 开始一天的工作 今天是客流量 它依然特别大 然后呢 但是呢 咱的服务呢 一定能打折扣 还跟平时一样 然后呢 面对微笑 对游客 对游客做的有关必达 大家能不能做的 有 在试园会的整个园区内 有大约600位志愿者 分布在近100个岗位点 这些岗位点呢 又设置在各场馆 片区 门区 其中有30个固定的岗位亭 设置在核心建筑附近 或者是主要的路口 600位志愿者平均每天要接待 2万到3万名游客 工作强度非常大 您隔远 值得一看就是您前面那个 就到了中国馆 这里是北京试园会的草坪剧场 居于中国馆的东北侧 这几天呢 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艺术 嘉年华就在这个剧场举行 从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7点 每一个小时呢 都会有一场演出 每场演出45分钟 由于观众爆满 客流量非常大 志愿者呢 时时刻刻都需要维持秩序 一整天下来 很多志愿者的嗓子都累哑了 同学打扰一下 能跟您聊几句吗 不好意思 我现在要去中午吧 我一直没有时间 不好意思 好 本来我想找两个志愿者 交流一下 但是他们都特别忙 无疑小长假期间 来试园会的游客数量聚增 志愿者的工作也更加辛苦 但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游客 能够在试园会 有一个美好的体验 我们再来关注 袭击印度的热带气旋法尼 印度政府发言人 在当地时间3号晚上表示 法尼登陆的奥迪沙邦 普里地区受损严重 有160人受伤 普里的电力供应 以及通讯呢 已经是完全被切断 相关人员正在清理道路 目前的法尼 在奥迪沙邦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经上升到7人 3号早晨 热带气旋法尼登陆 印度东海岸 印度奥迪沙邦 遭遇长时间 强风暴雨迁徙 在奥迪沙邦首府 布巴内什瓦尔 记者看到 参天大树连根拔起 成片的树木枝干折断 散落在马路两旁 车辆和行人 只能走着S型路线 勉强通行 电线杆摇摇欲坠 广告牌跌落在底 路灯躺在路中间 停车场里的摩托车 则上演了一幕 炎阳马翻 由于大量铁路列车被取消 布巴内什瓦尔火车站 已经成为滞留旅客 和无家可归人员的 临时避难所 受法尼影响 机场不得不取消部分航班 另有超过220多班火车被取消 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发表声明说 政府将积极组织救灾抢险 已将超过100亿卢比 约合近10亿人民币的救援资金 发放给了相关地方政府 目前为了应对法尼 印度官方已经建立了 4000多个临时避难所 热带气旋法尼登陆 印度东海岸之后 带来了强风暴雨等极端天气 虽然当地居民早已经习惯了 不实习来的热带气旋 但是此次法尼的威力 还是让人们感到害怕 法尼究竟有多强 让我们从当地人上传的 网络视频去做了解 从网络视频中可以看到 建筑工地上 平日耸立的塔吊轰然倒塌 砸向隔壁较矮的建筑 激起一阵灰尘 另一座建筑的整个屋顶 被狂风掀翻 像风筝一样飞走了 在一处大楼内部 紧闭的房门被大风吹跑 拍倒在地 差一点伤到附近的人 就连路旁停放好的汽车 都随着风的节奏跳跃 从这些不常见的场景 和印度民众的惊呼中 我们不难看出法尼的强大威力 据印度媒体报道 法尼是1999年以来 印度奥迪沙邦遭遇的 最强热带气旋 当年热带气旋 共造成约1万人死亡 不过万幸的是 这次印度政府提前撤离了 超过100万居住在沿海村庄 及低洼地区的居民 因此法尼威力虽强 但截至目前 尚未造成非常严重的人员伤亡 3号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公布 两大主要政党保守党和工党 在选举中流失选票 而小党派和独立参选人选票 大幅增加 这政党保守党和反对党工党 分别承认处理脱欧问题不利 是选举受挫的重要原因 在地方选举的主战场英格兰 英国的两大政党 保守党和工党 纷纷流失选票 和2015年相比 保守党丢失了超过 1300个地方政府议员席位 丧失40多个地方政府的控制权 遭遇自1995年以来最大的失败 而工党则丢失了约100个议席 自由民主党成为 此次选举最大的赢家 比上次选举增加700多个席位 此外 支持环保的绿党 增加了190多个地方议员席位 无党派人士 也增加了600多个地方议员席位 主张强硬脱欧的独立党 则损失惨重 丧失140多个地方议员席位 目前 北爱尔兰地区的投票结果 还未完全公布 此次地方选举 不包括苏格兰 威尔市和伦敦地区 在英国地方选举中 地方事务通常是 影响地方选举走向的重要内容 但今年 全国性话题脱欧问题 明显成为主导地方选民选票的议题 保守党与共党都承认 处理脱欧问题不利 是选举受挫的重要原因 英国首相特雷莎美3号表示 选举结果传递了选民的议员 即两大党应努力实现脱欧承诺 英国公党领袖克尔滨也表示 希望议会能早日打破脱欧死循环 提出可行的脱欧协议草案 使英国顺利离开欧盟 英国原定3月29号正式脱欧 由于英欧双方达成的协议草案 连续遭到英国议会下院否决 脱欧进程陷入停滞 目前英国脱欧期限 已延长至10月31号 5月2号希腊提前偿还IMF 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高利息贷款的申请 获得了欧元区财长会议的批准 预计未来两个月内 希腊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 本应分别于今年年底 和明年年底到期的两笔贷款 据悉这两笔贷款总计金额 为37亿欧元 利息均为5.13% 提前归还这些贷款 可为希腊节约数目可观的资金 自2017年以来 希腊已经连续两年超额完成 国际债权人设定的财政紧缩 和经济改革的主要指标 于是有了提前归还高利息 金融救助贷款的机会 2019年年初 希腊重返国际债券市场后 所发行的十年期国债 已经有了较好的表现 分析人士指出 近来国际市场 对希腊经济回暖的预期趋向积极 这不仅让希腊获得了较低的融资成本 也让希腊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执政联盟 看到了提升本党派民意支持率的机会 尽管希腊于2018年8月正式退出金融救助计划 但是按照与欧盟委员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达成的协议 希腊并不能马上获得财政自主权 还必须在以上三方国际债权人的监管之下 继续履行财政紧缩和经济改革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美国校园枪击事件 把校园安全问题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经过两天的辩论 美国佛罗里达州日前通过了教师配枪法案 允许教师持枪进入教室 不过这一决定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当天美国佛罗里达州众议院 以65票赞成对47票反对 通过了这一法案 新法案将允许愿意配枪的教师 参加一个为期144小时的枪械训练 成绩合格后方能配枪上岗 佛州众议院表示 目前佛州67个县中 已有40个县的教职工加入 或准备加入枪械训练 部分县则明确表示不会参与 2018年2月14号 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一座高中发生枪击案 造成17人死亡 15人受伤 震动全美 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提议 应当考虑让学校老师配枪 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不过 反对给教师配枪的人 也不在少数 在清历过2012年 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的助教 卡尔森看来 即便给教师配了枪 在枪击案发生时 想让教师们既照顾学生 又致服枪手 也是不现实的 而即便是一些赞成 给教师配枪的人也表示 美国枪支泛滥背后涉及两党政治争斗 以及背后利益集团影响 解决控枪问题一直难有实际进展 在枪支泛滥枪击案频发的美国校园 让教师配枪实属无奈之举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 简化乌克兰东部地区常驻居民 申请俄罗斯国籍的程序 法令在颁布之后 当地区的居民在当地的移民服务部门前 排起了长队 等待递交护照申请材料 据路透社报道 自俄罗斯宣布简化乌克兰东部居民 申请俄罗斯籍程序以来 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 每天都有约200人申请俄罗斯护照 当地时间3号 等待申请俄罗斯护照的顿涅茨克地区居民 在移民服务办公楼前排起了长队 我在美国学习 所以我一直想要学习 所以现在有这种可能性 我一直想要学习 我希望在专业 在取得到美国习民主义 很多人感觉自己更自由 2号 乌克兰新当选总统泽连斯基 对俄罗斯向乌克兰东部居民 发放俄罗斯护照表示不满 他在社交媒体上说 乌克兰和俄罗斯理应有共同点 而今天的现实是 两国唯一共同点只剩下国家编辑 泽连斯基这番话 可以说是给乌俄改善关系的希望 泼了盆冷水 俄罗斯总统普京 4月24号签署法令 简化乌克兰东部地区常驻居民 申请俄罗斯国籍的程序 审批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法令即日生效 普京曾向媒体表示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兄弟民族 如果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 有共同国籍 这只会让双方都获益 这应该受到欢迎 随着5月9号 卫国战争胜利日的临近 俄罗斯全国上下进入了阅兵时间 阅兵市上普京可能将乘坐新款 检约车来进行检约 今年是俄罗斯 卫国战争胜利74周年 虽然不是逢五逢十的年份 但即将在5月9号上演的红场阅兵 依旧不乏亮点 其中敞篷版总统专车 也是首次亮相 在莫斯科郊外阿拉宾诺训练场进行的阅兵彩排中 这款新车一路真容 我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这些拿掉了伪装的车辆 这款敞篷车是俄罗斯汽车工业的新产品 也是胜利日阅兵的新装备 即便是在阅兵彩排开始前的最后一刻 驾驶员也在认真擦拭车身 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彩排开始后 两辆敞篷车在场地中央相遇完全模拟了红场阅兵的现场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这款敞篷版是继轿车 豪华轿车和小型货车后 普京专车车队系列推出的一个最新车型 与此前普京本人乘坐过的豪华轿车版本相比 敞篷版本的动力装置 变速箱 底盘和控制系统在设计上差别不大 主要的区别在于车身长度和离地距离等 我现在启动了特殊的阅兵行驶模式 速度只有每小时5.5公里 阅兵是当天 这辆汽车就会以这样的速度通过红场 很少有机会能看到阅兵市上的检阅车露出顶棚 这里我们就能看到 它非常柔软 是纺织材料的 带有金属的框架 但是很显然大家在红场上 是看不到它以这样的形式出场的 此前的胜利日阅兵市使用的检阅车 是沿用自苏联时期的吉尔牌 这些检阅车涂着黑色车漆 车牌采用的是标准的俄罗斯军车样式 黑底白字 车牌上的MO两个字母代表国防部 今年的5月9号 新款检阅车将从大约13000名授阅官兵前驶过 投资消费互为机会 来看看什么财富新角度 食品行业新风口 美国人造肉公司上市首日大涨超过160% 临床诊疗外科手术 韩国3D打印医疗应用的持续升温 拥抱自然体验民俗 全球旅游热点探秘 带你玩转新加坡 当地时间的2号 受到多位商界名人和好莱坞明星支持的 一家美国人造肉创业公司 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上市当天公司股价上涨超过160% 那么成为了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上市首日表现最佳的个股 美国人造肉公司Beyond Meat 上市当天的开盘价达到46美元 较发行价25美元 溢价84% 盘中一度涨至72美元 最终收于65.75美元 股价上涨超过160% Beyond Meat的产品主要包括类似牛肉的素食汉堡 和其他素肉类食品 在美国的杂货店和一些餐馆里 都有它的产品销售 事实上在上市之前 Beyond Meat已经是人造肉领域的明星公司 吸引了包括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 麦当劳前任CEO汤普森 和好莱坞演员莱昂纳多等多位名人的投资 可口可乐和美国科技公司推特的首席财务官 也加入了这家公司的董事会 而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受关注 和当前的消费趋势不无关系 几年来 出于对健康 动物福利和环境的担忧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开始选择素食或肉类替代食品 尼尔森此前统计的数据显示 去年美国超市肉类替代品的销售额 达到了8.78亿美元 上涨了19.2% 有分析师甚至预测称 未来五年人造肉行业的规模 将增长至100亿美元 在朝鲜有一种名为 江西药水的小蓝瓶饮料 它是一种由天然矿泉水制成 口感甘甜的饮料 深受朝鲜民众的喜爱 那跟随我们央视记者的镜头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朝鲜有着丰富的矿泉水资源 而在这其中 平安南道江西区的矿泉水 因口感独特 水质优良而最为有名 朝鲜著名的江西药水工厂 就坐落于此 江西矿泉水 其实是一种天然的苏打水 而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 则是江西药水 江西药水并不是药 因其入口甘甜 有气泡冒出 口感与众不同 因此更多人习惯将其称为江西药水 目前 江西药水有两条生产线 分别生产蓝色塑料瓶 与绿色玻璃瓶产品 塑料瓶包装因储存容易 便于携带而更受消费者喜爱 每瓶饮料售价约合人民币不到两元 可谓物美价廉 目前 工厂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生产 从最初的饮料瓶分配 到罐装注入饮料 再到上瓶盖 贴标签以及城乡塑封 基本都由机器自动完成 整个生产车间只有十余名工人 在各个生产环节进行监督保障 实现了自动化和流水线化生产后 江西药水工厂的溢产量达到了五到六万瓶 而该厂2019年的生产目标则是九千吨 并向年产一万吨的目标迈进 随着3D打印技术的不断的发展 近年来3D打印技术在韩国医疗领域的应用 是不断的升温 为临床诊疗 医疗操作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在韩国首尔一家医院的会议室 外科医生们正在为一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 制定手术计划 手术主导医生拿着的模型 是根据患者心脏的现状 利用3D打印技术 制作的1比1的仿真器官模型 这种模型可以观察到病变位置 形状和周边组织环境 从而优化手术方案 人工智能成像建模软件 可以将CT MRI等一般的二维医疗影像 转化为3D影像 基于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软件的深度学习 还可以完成图像中 病变器官或组织的一键分割 并进行3D建模 连接3D打印机 就可以完成病变器官的3D打印 3D细胞打印技术 是以含有特定的人体细胞 生物凝胶等的活性物质 为打印材料 比如将皮肤的真皮层 表皮层等不同种类的细胞 按照皮肤基底构成规律打印后 经过两周以上的无菌培养 就可以制造出 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皮肤 可用于药品试剂等的皮肤实验 未来还可用于创伤皮肤移植等 另外这家企业还在尝试 利用3D打印技术 制成心肌修复贴纸 以实现心肌梗死的治疗 目前韩国3D打印市场的规模 年均以24%的速度在增长 预计三年后 市场规模可达1万亿韩元 约合56亿元人民币 今天的全球旅游热点探秘 让我们一起前往新加坡 从今年初起 新加坡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国公民 实行双向96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也就是在前往第三国 和自第三国返回途中 过境新加坡的时候 是可以免签停留四天的 虽然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 新加坡的自然景观寥寥无几 但是旅游业却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CNBC记者陈倩 我们来看一看在96个小时之内 也就是四天之内 是如何玩转新加坡 一起来探寻新加坡经营旅游资源的奥秘 如何在96个小时之内玩转新加坡 那么接下来四天 我将会充当大家的导游 那么现在是早上时间9点半 我们第一个要去的目的地 是新加坡的动物园 新加坡动物园是全球十大动物园之一 这个采用全开放概念设计的野生动物乐园 占地26公顷 拥有超过300种哺乳动物 鸟类和爬行动物 在11个展区中 动物园以天然屏障代替栅栏 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 在开阔的自然栖息地中漫游 也让您和您的家人和野生动物们 实现零距离接触体验 那么刚才逛过了动物园 现在已经是下午大概两点钟左右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外面已经开始下起了小雨 所以我们来到新加坡市内植物园 那这里也是避雨和避暑的好去处 这座闹市中的滨海欢花园 分为花穹和云中森林两个主题 花穹再现了地中海地区干冷的气候 这里汇集并且栽培来自全球各地的奇妙植物 而云中森林是一座35米高的人造景山 烟雾缭绕 反而先进 好 现在雨终于要停了 那么接下来我带大家去一个 我最爱的博物馆之一 去看一下光和艺术的结合 新加坡艺术与科学博物馆 正在展出的超越未来主题展 由跨界艺术工作室 Chim Lab联合举办 以沉浸式的全新体验 创造出一个结合了光影和高科技 互动体验的未来主义世界 同时也重建着人们 与自然世界沟通的全新感知 那今天呢是我们旅程的第二天 我也将此称之为是民俗体验日 因为呢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 因此呢到不同的社区来体验一下 不同的当地的民俗 也是热门的旅游方式之一 Little India 小印度是新加坡 最著名的印度人社区 这个历史悠久喧嚣繁华的社区 不单展现生机勃勃的印度文化 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品供选择 您可以到这里来体验印度民俗 包括试穿印度的特色服装 沙利 好 现在我们到阿拉伯街了 其中的达卡圣地就包括了 哈芝巷 哈芝蕾 在五彩缤纷的巷子中 种类繁多的精品店 时尚酒吧和咖啡厅沿街一字排开 随后不得不去的还有中国城 牛车水 从历史悠久的寺庙 到步行街中的时尚小店 新加坡牛车水的风貌包罗万象 新加坡是典型的城市国家 国土面积狭小 但是拥有大大小小的大约300座公园 有着花园城市的美誉 同时现代化旅游景点的打造 也是新加坡吸引全球游客的重要元素 比如说位于滨海湾的金沙购物商城 以及盛桃沙岛 那接下来的48小时 让我们继续跟随我们记者的步伐 去一探究竟 新加坡也被很多人称之为 是购物者的天堂 以及美食之都 所以今天我们的行程只有两件事 第一件是买 第二件是吃 在地标性建筑 滨海湾金沙购物商城中 您可以每天都尽情享受购物 直至深夜 这里汇聚了齐全的手表 珠宝以及品牌服饰 营业到晚上11点 在商城中 您可以泛舟而上 横穿商城的运河 观看室内雨之窗瀑布 也可以来到商城底层 您会看到 这个由之前溜冰场改建的 数字光影画墓 脚步走过之处 海洋中的鱼群在脚边畅游 头顶光线 犹如水晶般闪耀 同时在底层的食格中 您可以找到所有新加坡的特色美食 包括肉骨茶 乐沙 海南鸡饭和辣螃蟹等等 而到了晚间 一定不能错过 商城外的光影水舞秀 在激光喷泉和投影设备的协作下 一段由音乐 水流和灯光交织而成的迷人故事 将会在您眼前徐序展开 作为这一天完美的结束 今天是我们旅程的最后24个小时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圣桃山 是新加坡不得不来打卡的旅游圣地之一 圣桃山上的名胜世界是2010年开始营业 耗资接近70亿新币 约350亿人民币的休闲娱乐度假胜利 拥有东南亚首个环球影城主题乐园 水族馆和水上乐园 多家风格迥异的度假酒店 餐厅以及时尚零售店 同时圣桃山南岸有长度超过两公里的海滩 是家庭周末的好去处 这个岛屿每年接待超过2000万名游客 而目前计划将继续地投资45亿新币 增加超过1.5万平方米的新景点 96个小时过得很快 那目前我们的旅途就要结束了 那么在过去的四天当中 大家也许可以感受得到 新加坡的旅游优势并不在所谓的 名声大川或者是名胜古迹 而在这些政府号巨资打造的人造景点 那么当地政府想通过这些 由无便有的景点 打造出所谓的旅游生态链 来呈现出新加坡独特的旅游特点 那希望大家在过去的四天 跟随我们的镜头 能够体会到新加坡一些独特的旅游魅力 以上是CNBC陈倩在新加坡 为您带来的报道 欢迎回来 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 在美国的一座动物园内 一头美洲师对两个小女孩兴趣十足 在玻璃围墙内追着她们来回跑 甚至还试图舔玻璃 似乎想跟她们来一个亲密接触 要知道美洲师主动的和人类 这样的亲密接触并不常见 当地时间的一号 欧冠半决赛首个回合当中 客厂利物浦不敌巴塞罗那 出现前景堪忧 当天一名利物浦球迷走进了一家餐馆 拿着两个水壶 直接将一名顾客交成了落汤机 而在此前一天 还是这名球迷 在巴塞罗那的一处广场 无缘无故地将一名男子掀翻 推进喷泉里 球迷这种闹事行为 引来了网友的指责 当地警察表示 已经介入调查 近日老佛爷继任者 香奈儿新任创意总监 在法国巴黎举行时装首秀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 时尚的魅力 好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